这就是武鱼学道的熏鹅 今天教你们怎么做 还有一个是张桌的熏鸭 熏好的话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加辅料炒成这样子 这个熏料也没有像张桌的这么复杂 就这几个 鹅呢我用的是西头鹅 本来是要熏一只的 但是一个人吃不完 我们就先做半只吧 剩下半只再教你们做那个铁锅炖达鹅 第一步先把这个去除干净 你们要吃的话就拿去咯 然后要把这个香料炒一下 先来点老姜爆香 还有这个带皮的大蒜 给它煎到微焦的状态 再下入这些香料 然后香叶不要先下 直接炒香以后再加入水 如果有高汤的话会更好吃 把水一次性加满 然后把这个突如其来的丸翼打掉 这个不好吃 只能吹吐不能增香 鹽呢我是给两大勺 趁这个水还没有烧开 赶紧把鹅下进去 这个时候再放上香叶 待水烧开以后 要让这些汤汁均匀的淋在鹅的全身 用这个火候给它炖 一个半小时 期间要一直淋上汤汁 这样咸度才刚刚好 一个小时用筷子试一下 没有出红就证明可以了 盖上盖子再给它泡30分钟 这个时候是相当入味的 捞出来准备刷料 一勺细的辣椒粉 半勺大蒜干粉 来一点白胡椒粉 再来一点鸡精 盐还要再来一点 然后加入花生油 给它搅拌均匀就完成了 跟张周的熏鸭基本一样 然后呢就是趁热给它加进去 一整只都要给它涂抹均匀 给它腌制半个小时 不敢吃辣的话 不要下 两边都要涂抹 像这样就行了 准备一个铁锅 然后准备好这些 这些家里应该都有吧 倒入锅里 如果有新鲜的香叶 就用新鲜的香叶 它们是用盐茶 而我直接用大红袍了 加点食用油 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 上这个淀粉 把它放下去 盖子要盖紧 开始在冒烟要转小火 就这样给它熏15分钟 出现这种熔烟是很正常的 就是这个烟熏它才会有那个味道 至于我为什么要这样按着呢 这个锅太大了 盖子太小了 我要这样按足15分钟 它这个跟漳州的烟熏鸭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漳州它是用那个白糖去熏的 然后这个 混骨 513的那个混骨 它是用那个米 还有还有这个 就刚刚那些 它用一些香 它有一个很香的一个 一个那个 怎么说来的 你们自己试一下吧 好差不多了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你们注意看 只能开一次盖 这样就做好了 够不够详细啊 然后这个锅里面也不用怕它难洗 你看 你看 铲一下全部掉了 你看 给它铲一下 然后帮我把那个小爱心点亮 这么详细的教程 别让它沉 你看 那 我看 你 我看 你